你有没有遇见过什么诡异的事情, 就在刚刚我家楼上搬来了一位女邻居, 是个少妇, 颜值很高, 一身艳丽的衣服更是惹炎, 她还带了个女儿, 长得也可爱, 打扮得跟洋娃娃似的, 不过惊喜的在后面有一天, 我没看见她家有男人出现, 我怀疑她八成是离异的, 第二天, 她家买了一个洗衣机, 洗衣机很沉, 两个搬运工人搬得很费劲, 在楼道转弯角上死活挪不动步, 我听到声响, 就出去帮忙, 几人合力才将洗衣机抬进了家里, 搬运工忙完走了, 而我则被她家的装修风格吓住了, 只见她家的装修充满了一族风情, 摆满了各种苗疆百件, 客厅当中还有一个牛头骨架, 看着挺害怕, 不过我的目光很快就被少妇给吸引了过去, 她穿着一身包屯裙, 身材也很好, 我就大胆地问你叫什么名字, 她说她叫二翠花云南来的, 别的她就没多介绍, 过了没一会儿, 我就知趣地离开了后面几天, 我和二翠花时不时也碰上几面, 不过我再也没去过她家, 然而一周后那天晚上, 我听见楼上有水杯破碎的声音, 还有吵架声, 一想到她家的装修风格, 我还是壮着胆子过去了, 当然借口楼上声音太大, 吵得我睡不着, 看你发生什么事了, 二翠花说刚好有件麻烦事, 本来都要打电话给维修公司了, 你来帮忙太好了, 她说着就带我去了卧室, 指着床说昨晚睡觉时不知怎么了, 突然床往下陷了, 听到她这话, 我整个人都快放了我的乖乖, 一个人能整那么生猛, 不过我啥话都没说, 就简单看了一下问题, 原来床头下方几颗支撑重量的钢钉松了, 我立刻给她拧紧, 我说修好了, 二翠花看我几下就搞定了, 突然说的, 哎, 我家就缺你这样的男人, 我立刻开玩笑道, 花姐, 你要愿意, 我娶你啊, 可就在这十二岁后的女儿叫了起了妈妈, 她女儿睡在另一个小房间, 房门是开着的, 我很自然的往里头瞄了一眼, 这不看不要紧, 一看吓我一大跳, 房门正对的墙壁上竟挂着一张黑白照片, 那照片的样式我见过, 是死人才用的, 一张一像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, 关键这一像上的照片是二翠花本人, 当下我整个人像是被点了学一般, 完全愣在当场, 而此刻二翠花见外面没动静, 刚好转过头看我, 一张黑白死人照, 一个活人脑袋, 我全身打颤, 本能的把腿往外走, 生怕大门自动关上, 回到家心脏还是扑通扑通跳个不停, 大晚上的难道见鬼了, 我勉强安抚自己点, 突然门外有人敲门, 是二翠花, 吓得我不敢去开门, 她轻轻吓得零下, 知道我在里面, 就跟我解释说你别误会, 照片里的是我双胞胎妹妹, 几年前没了, 马上要到她忌日了, 所以挂了起来, 让我别害怕, 听完她的解释我就开门了, 当我开门的那一刻就后悔了, 原来她真的是未完待续,